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中国报封面有选举的法庭消息 瓜拉登加楼高庭昨天指出 甘马晚国席因为出现会选行为 宣判在去年全国大选的成绩无效 高庭昨天批准申请人甘马晚选民 也就是万莫哈莫西山提出的选举诉讼 撤销国盟一党候选人 则阿里亚斯的胜选结果 如果一党没有上诉 接下来我国又会迎来一场补选 而南洋商报头条则关注 曾经在前年新极股热潮的NFD 非统治化代币的新闻 如今有消息指出 全球7万多个NFD集合中 有超过95%的市值已经接近零 显示NFD市场几乎已经崩盘 另外新桌封面则把焦点 放在独钟拨款的课题 巫统总秘书拿督阿斯拉夫认为 坊间质疑政府只是拨款32亿令吉 给马来教育 但是给全国63所读中的拨款 却有多达1575万的令吉 那平均每所读中获得25万令吉 然而坊间质疑 为何不把这笔钱拨给伊斯兰教育呢 他认为这项质疑对政府而言 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是的 如果说到教育拨款呢 总是会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关注 随着2024年财政预算案将在10月13号公布 董教总就呼吁政府 需要有长远的教育拨款规划 确保各类学校享有公平合理的财政待遇 中国新闻报道 董教总昨天发出联合文告时说 财案应该对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 以视同仁 公平合理分配拨款 包括设立三项拨款 那就是学校提升和维修拨款 学校扩建和重建拨款 另外董教总也促请政府成立一个 由教育部和民间团体组成的委员会 讨论以及完善学校拨款机制 以及设立独立的教育监察委员会 加强监督教育部的运作 那下来我们来关注就是 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白米课题 南洋商报报道 由于进口白米价格飙涨 消费者纷纷转向购买本地白米 并且在全国各地掀起恐慌性的采购 在击打双溪大年 被政府组织人民使命基金会 昨天以区区一令吉的价格 出售五公斤白米 一千包白米在短短一个小时内 一扫而空 农业级粮食安全部长 拿督斯里·莫哈默沙布说 这种情况在甘榜地区最为严重 因为村民听信谣言 指下个月将会闹米荒 导致大家都恐慌地来抢购本地白米 莫沙布也向国人保证 我国下个月依然会有本地白米供应 促请消费者不要担心 而且在今天召开的内阁会议 也将紧急讨论白米课题 寻求解决方案 那最近的这几天都是阴天 都是在下雨天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留意 我们的天气预报了 根据气象局的报告 今天早上半岛霹雳 以及东马沙巴下岸和古达局部有雨 沙月除了梅里和林梦 其他地区预料局部会下雨 过了午后 除了吉隆坡 布城 马六甲和柔佛 全国多个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外出的民众记得要注意安全 入夜之后 东海岸三周会持续下雷雨 霹雳内陆地区局部下雨 其他周数则转晴 沙巴 山达根和家伯局部有雨 其他地区放晴 全国气温方面 今天的气温介于摄氏23度到32度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